各位学生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教练一个左脚的写法 左脚 我们左脚用了很多 我先稍微学写一下 左脚 左脚在写的时候 注意它有个行笔的姿态 往左后方压笔 往下压 然后一个收笔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在写的过程中 不要太重了 起笔收笔不要太重了 这个下笔的时候稍微快点 往左方面压 往下行笔 然后稍微一收 我收的稍微有点慢 我们写快了以后 基本上就这样的 写快一点 但是为了做的更清楚一些 我这个写的稍微慢一点 往左 往下行笔 把笔抬起来以后 然后稍微一收 就可以了 稍微一收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左脚用的地方 像我们这个心 会用到这个左脚 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像这个乌 挤下四点水的时候 也会用到这个左脚 左脚在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要去过分的做动作 往左压 往下行笔 稍微一收 就可以了 这个 左脚啊 怕的是什么 怕的就是你 七笔 一个是七笔 有好多数 在七笔的时候 拐了个弯 这样去走 这就不对了 不要去做任何动作 直接往左后方 压笔 把笔抬起来 往下 往下行笔 然后把笔抬到最低端的时候 然后把它给收起来 就可以了 有时候写快了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注意它在写的时候 也有这个三角 一个是这个角 一个是这个角 然后是这个角 那么我们在写的时候 这个角怎么出来 一定要行笔 台笔稍微快一些 它就会很自然的 就会出来的 你要写的越慢 越停顿的越厉害 那你这个角越飞劲 往左边压笔 换方向 往下 然后把笔抬起来 把这个地方 收笔的时候 填平它 就可以了 这个多点写的时候 一定要这个 多注意它这个方向的改变 笔锋的方向的一个改变 这个掌握好了以后 是非常简单的 就可以了 再写一下 稍微一顿 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 gence 换 菜 组